各位观众老爷,大家好呀!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韩剧《顶级高效》第三章的故事。 在上一章我们说到,小灿偶然撞破了车演员的好事,被车演员追着跑进了柜子里,却不料被人反手锁上,乳卫怀疑是车演员干的。 男李氏联和其他妈妈们排挤乳卫,幸好有个好心人内允愿意帮助他,但是内允似乎也并不简单,他似乎和乳卫自杀的丈夫有着一些瓜葛。 回到本章,故事开始是一段回忆,这条声称乳卫是杀人犯的信息,让他想起了丈夫死亡后,自己曾经背负杀人犯污名,艰难度日的那段生活。 当时,他作为第一嫌疑人被警察拘留审问,警察已经掌握了丈夫公司的财政情况,他涉嫌基金造假,贪污了大量客户资金,并在失踪前,就早已转移了名下资产,解散了公司。 其实在游艇的当晚,他就问过丈夫公司的事,但丈夫并未回答,只是安慰他,自己还会东山再起,要乳卫相信并等待他。 随后,夫妻俩一同睡觉,待乳卫醒来,丈夫早已失去踪影,乳卫没有告诉警察任何情况,他谨守口风,对所有事都一概不知。 最后的检察院判决,由于证据不足,也没能找到丈夫的尸体,警方只能释放乳卫,那段时间,他承受着杀人犯和诈骗犯的双重罪责,家中的物品被悉数拍卖,乳卫几乎崩溃,之后,他也辞去了律师的工作。 乳卫带小灿前来祭拜丈夫时,对孩子说着,即使见不到爸爸,也不代表他就此死去,他永远活在母子俩的心中。 时间回到现在,乳卫打电话给快递公司,想要调查出花束寄件人,物流公司告知,只能查到花束是从几周岛寄出。 乳卫思索片刻,打电话给信任的事务长,让他帮自己找一位私人侦探,乳卫带着小灿上学,这时冲浪男友突然出现在他眼前, 乳卫下意识觉得,这个男人或许一直在跟着自己,便不由分说地指责他是何居心,不料,男人只是笑着和小灿打着招呼。 随后乳卫听到,小灿称呼他为丹尼老师,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老师,乳卫顿时觉得十分尴尬。 话说这里面是不是太巧了点,我不觉得他们两人有什么特殊的缘分,只能说戏份这么多的男人,后面肯定有着大作用。 小灿上学后,乳卫来到市场买菜,意外遇见了在首尔认识的厨师,对方热情邀请乳卫,来到自己开的餐厅小座。 交谈间,厨师说道,这家店是他和车演员一起合资开的,正说着,车演员也带着一群贵妇想要入座餐厅。 这边车演员看见乳卫显得惊讶又嫌恶,立刻招呼贵妇们一坐别处,但恰好乳卫有一肚子疑问,想要和他对质。 随后他找到了车演员,质问他是否认识自己丈夫,并且拿出那天晚上,在小餐被锁的柜子前捡到的车演员的同款发卡。 但车演员全部急于否认,乳卫无奈只好先进离开,这边乳卫又把剪刀的发卡拿给内允查看,他也回忆起开学当天,车演员的确带着这个发卡,虽然证据确凿,但车演员却什么也不愿说,这样乳卫感到无比烦闷,这时内允递给他一杯酒。 烦恼的时候,喝酒是最好的解药,乳卫笑着接过酒,直言内允与平时谈起来截然不同。 文言,奈允说起了自己的身世,他原本就是热情朴实的本地人,年轻时去了香港,并生下了载人,只是丈夫后来和他变得越来越疏远。 为了排解心中的孤单和寂寞,他索性带着载人回到家乡,说到这里,他问起乳卫,是否给小餐选好了兴趣般,乳卫摇摇头,奈允便邀请他,和载人报名同一个兴趣般,乳卫欣然同意。 那一边,餐厅中的贵妇们也在讨论报名兴趣般的事,他们都决定让孩子们去冰球般,看着贵妇们头头是道的,说着兴趣般给孩子们升学带来的好处,车演员则全程插不上话,只能在离开时,秀了一把自己手中限量版的提包,自以为找回一些颜面。 其实车演员已经没有了往日光辉,上一部电视剧还是五年前,结婚生子后事业大受打击,没有导演愿意用它,经纪人接到的都是一些小角色。 车演员不愿委屈求全,只能一直待业在家,装成自己过得很好的假象,但这份卑微的自尊,早就被贵妇们看出来。 见车演员走后,纷纷对男理事嘲讽着,车演员的家事和见识,男理事则笑称,车演员虽不如他们高贵,但有时候却很有趣,大家多多担待就好。 第二天,奈允带着乳未来到了冰球班的报名处,一众贵妇们见到两人,不免有些惊讶,随后丹尼老师走了出来,他作为冰球教练,先亲身为各位妈妈示范了一番冰球运动,他帅气地身影让妈妈们不住尖叫。 下课后,丹尼正在收拾自己的物品,这时男理事的属下送来了一双昂贵的球鞋,丹尼正不知所措,男理事打了电话,暗示了冰球队里有一些不够资质的学生,他希望丹尼能够明白怎么处理,说完便挂断电话,这已经是明示送礼了。 放学后,载人想到小灿家玩耍,奈允便也跟随来到乳未家。 一进门,他的神经便十分奇怪,更是在看到柜子上乳未的全家扶石,失手把相框摔碎,看来他果然与奈允的丈夫有着猫腻。 夜晚,载人母女离去后,乳未突然遇到了午夜的打扫阿姨。 阿姨只是神神叨叨地说一句,不该来的人来了,随后便离开,这句话让乳未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 事务长推荐的私家侦探,联系上了乳未,乳未请他先去调查,丈夫和车演员之间有何关系,并打探清楚是谁给他送的花。 很快,冰球班的训练正式开始,没有基础的小灿被熟手小雨撞倒在地,孩子们嘲笑着小灿,稍不留神,小夕与其他同学相撞摔倒在地。 面对同学们的嘲笑,小夕怒吼,他们不准笑,一瞬间现场鸦雀无声,看见这个情况,男理事站不住了。 他和车演员立刻冲进冰球场,关切地询问孩子情况。 这时小夕和小雨不约而同地说着,不愿和小灿这种,什么也不会的人在一起练习,提出让他退出冰球班,没猜错的话,这应该又是男理事的安排,为了排挤乳未,竟然拿自己孩子演戏。 这边车演员文言,也顺着孩子们的话往下说,不能因为一个吊车尾,救火了所有人的学习进度。 如果小灿不愿意退出,那么其他贵妇的孩子就会退出,让丹妮自己做好权衡选择。 这时,男理事也提出,让丹妮和自己私下聊一聊。 他强势要求,丹妮按照孩子们的水平进行淘汰。 虽是这么说,但丹妮知道,他所指的就是踢出小灿。 丹妮不愿听从男理事的命令,表示自己是孩子们的体育老师,如何决定,是自己的权利,也希望男理事不要跃剂。 说完丹妮拿出了那双鞋,还给男理事。 见丹妮并不愿听自己的指挥,男理事只好愤怒离去。 随后男理事又来到乳妮面前,让他做出换位思考,不要为了一己私心,拖累其他孩子的学习进度。 乳妮被这句话说得有些心烦意乱,但不可否认,小灿的水平确实跟不上其他孩子。 他来到小灿身边,正想和他谈谈,小灿却懂事地告诉乳妮,自己以后不会再跟其他小朋友发生冲突,万事都会忍耐。 他唯一的愿望,就是留在这所学校继续打冰球。 母子两人正笑着,丹妮走到他们身边,坦言,就算自己被开除,也不会让小灿退出。 说完他伸出手要与小灿和乳妮机长,鼓励着他以后要多加练习,不要再让其他人看不起。 这个叫丹妮的老师有点好的不真实。 夜晚,乳妮收到私家侦探发来的调查信息。 结果显示,车演员和丈夫是在八年前的一次事物上相识,随后又发来了两段视频。 但乳妮点开一看,视频内容虽然是小灿被锁柜子,当晚车演员追着他而去的画面。 看完之后,乳妮只想快速找到车演员问个究竟,他立刻驱车来到车演员和厨师开的餐厅,却无意中看到他们两人正在餐厅内偷情。 好家伙,车演员是无时无刻不想那啥吗? 车演员发现站在门口的乳妮,立刻慌乱地来到门口,质问他为何会在这里。 但乳妮不想说其他废话,直截了当地询问车演员,当天为何会追赶小灿? 如果他不如实告知,乳妮就会把刚刚看见的事情散布出去。 无奈之下,车演员只好把事情说了出来。 当晚,小灿目击自己约会情人,但他矢口否认,自己给乳妮送过花盒发送信息。 这时,小雨给车演员打了电话,车演员立刻丢下乳妮,慌张地离开。 随后乳妮也开始回家。 路过车演员家时,看见小雨正站在露台,担忧地看着远方,询问之下,乳妮才知道,原来小雨的爸爸被警察拘留了。 车演员也赶去了警局,乳妮突然心生一计,他来到警局,丢给车演员一张律师合同,让他雇佣自己成为辩护律师。 如果他不同意签合同,自己就把他们夫妻的丑事闹大,一个婚外情,一个深陷性丑闻。 到时候,他家的名声一落千丈,小雨在学校也会备受排挤。 眼看自己的话威慑到了车演员,乳妮顺势又问起,他究竟和自己的丈夫是什么关系? 不料车演员却笑了出来,反问乳妮一直追问这个问题是为何? 难道他真的是杀人犯,才这么关心这个吗? 本章完。 在下一章中,乳妮对车演员的表现非常不满,他夺过车演员的手机,并从中找到了自己丈夫的号码。 车演员到底和他丈夫是什么关系呢? 我们下期再揭晓,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,请点赞关注吧,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更新哦。 车演员。 好